上一回啊,咱们讲到前来归顺的汪直被这个死心眼又加上想抢攻的浙江巡暗王本顾抓了起来 胡宗宪呢,反复上书,希望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 然而呢,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在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 在临死之前呢,他预言说,他死之后,两者的百姓将会遭殃,此地必有十年大乱 那么之后的事实证明,这还是一句十分靠谱的预言 其实呢,胡宗宪的心里也很清楚,自从汪直被抓之后,他的情绪就落到了最低点 自打抗窝以来,胡宗宪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不知所措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 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们 而凭借目前的军力,自己又根本没有办法阻拦他们的暴行 哎呀,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胡宗宪就急忙的去找他的事业徐卫 可是徐师爷比胡宗宪还激动 刚见面就操了一口绍兴话大骂 王本顾这个死镊子 该杀,该杀呀 在这儿啊,咱们先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 所谓的镊子,那大致就是相当于咱们普通话当中的白痴呆子 于是胡总都不急了,他静静的看着徐卫,等待着他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这位徐仁兄唾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 可是这一次立了歪了,徐卫骂完了之后,竟然陷入了沉默 一句话也不说了 胡宗宪终于还是坐不住了,他说话打破了这个寂静 哎呀,徐先生,事已至此,纵骂也无疑呀 眼前局势危急,那该当如何是好呢 徐卫思考了很久,终于说出了一个答案 哎呀,如今造案不成,唯有一战了 但是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到的,也不能接受的 如果能打,早就打了,我何必玩这么多花样,等到今天呢 但是,现在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其实一直以来呀,胡宗宪都是在屈辱当中忍耐着 无论是汪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罢 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 更不是他胡宗宪的朋友 这些个人带领着倭寇烧杀银掠,无恶不作 本不用跟他们客气 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 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 但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 而今呢,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 实力不济也罢,力量不支也罢 既然忍无可忍,那也就无需再忍了 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 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 哼,开战,我就不信咱们中国无人 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 就此拉开了帷幕 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公事 他十分的清楚 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 所谓这个万事开头难,胡宗宪也很清楚 为了搞个开门红,他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部署于大游 率领着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经唾手可得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丰 那么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政,却没能够逃走 在滕岗这个地方,被明军团团围住 此时此刻,他的手下们已经逃散了大半 只剩下不到一千人 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 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 在嘉靖三十七年的春天,战斗正式开始 这个时候的于大游已经升任了都督简士 手握军权,身经百战 连他自己也认为,打败毛海丰简直是一如反掌 但是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啊 就是因为他总能够带给人们惊喜 这位于大游将军集结了大军前进,却遭到了顽强抵抗 被敌方击退了 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吧,于大游并不以为意 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不得对劲了 怎么着呢,他这个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了夏天 风景变了,气候也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来没改变 于大游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什么陆战海战 长矛火炮,挖坑耍炸,能用的全都用上了 可是岑岗和毛海丰却依然是纹丝不动 一次又一次的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这个原因呢,要说也简单 毛海丰那是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 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当中 他曾经无比的信任胡宗宪 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但是当汪植被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他的所有契计都变成了怒火 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 在他的眼里,胡宗宪和王本顾都是朝廷的人 没有任何的区别 俗话说,这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呀 这人要是不怕死了,那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于大侠虽然武功盖世,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 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父 这玩了命的毛海丰一通乱拳打下来 横扫少林的于大侠也拿他没了办法 这个仗啊,就这么打了下去 日日打,夜夜打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 又是一个深秋 于大依急了,胡宗宪也急了 照这么打下去 这大家伙就得再存散过年了 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丰共庆新春 说起来呀,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那位共同的领导 谁呀,嘉靖皇帝呀 上万人打上千人 打得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 这嘉靖皇帝气得脑袋上都快冒烟了 啊,开始骂人了 我说啊,你们全都是饭桶不成吗 他直接下达了一道命令 浙江总兵于大游,作战不力 限期一月必取存岗 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数撤职查办 这回,于大侠麻烦了 他赶紧去找胡宗宪 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 然而胡宗宪看了之后却连连的摆手 愁眉苦脸的告诉他说 这个打仗,我是不行的呀 啊,这个问题这又靠老兄弟自己了 希望你早时建功,拿下岑岗 不然兄弟我迟早也要跟着你一块下台 得,找组织也不行了 这于大游恨得一跺脚 咬着牙又回了前线 督促军队是日夜攻打 但是毛海风这次算是吃了秤妥铁了心了 发誓顽抗到底 又功劳二十多天 仍然是没有什么效果 眼看着日期快到了 于大游百般无奈 只得用上了最后一招 什么呀,开会 在这个会上 于大游再次鼓励部下们奋勇作战 而且呢,他一点也不怕丢脸 把这个皇帝骂他的那封浴室啊 当众给宣读了一遍 然后明白的告诉大家说 你们都听见了吧 皇上很生气 这后果很严重啊 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赶紧使出来 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 你们也一个都跑不掉 全都得陪着我下去 这个话呀 还真是有来由的 家庆的旨意里头 讲明白了 如果不能按时兼敌 自总兵以下 全数革职查问 这总兵是于大游 下边还有好几个级别呢 比如说什么副总兵啊 参将啊 游击将军呢 于大游的这个意思很明白 这是个集体的大黑锅 我要背 你们也得跟着背 这一下大家伙慌了 为了保住饭碗 纷纷的回营 积极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参将找到了于大游 自高奋勇的表示 愿意充当先锋 剿灭毛海风 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 于大游啊 也发出了疑问 这个啊 你有把握吗 那位参将信心十足的回答说 末将必尽全力 以获全胜 于大游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但是他的心里实在是没谱 自己都打不了的仗 谁又能打呢 不过呀 现在火烧眉眉眉之际 他也只能凑合着了 但是这位参将领命之后 却没有立即行动 反而减少了进攻的次数 每天呢 只是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 除此之外 他什么也不干 于大游多次的催促他 他仍然是我请我素 还不动命 这个期限呢 眼看是越来越近 皇帝那都等不及了 还没到一个月呢 他就下令把这个于大游等人的官职 全都给免了 末了还放了一句话 说暂不追究 代罪立功 好嘛 这免了职了还叫不追究啊 照这个意思 如果再打不下来 大家伙就要手牵手的进牢房了 就在于大侠心急如焚 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 哎 捷报传来 陈岗终于被攻破了 其实啊 一直以来 于大游的这位部署并没有消极代工 因为他所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 先减缓进攻的节奏 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 同时呢 仔细勘察地形 选择合适的突破口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一举发动总攻 歼灭敌军 就这样 历时近半年的岑岗之战 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而在这场战斗当中 明军伤亡近三千人 敌人呢 被歼灭了不到一千人 并且有少部分的倭寇 还成功的突围逃窜了 真可谓是灰头土脸 丢进了颜面呢 但是嘉靖皇帝还是很够意思的 他一看打胜了 就兑现了承诺 没有处罚于大游等人 并将他们官复原职 逃过了这一劫的于大游 是感慨万千的 于是他专诚的找到了 他的那位得力部下 由衷的感叹说 惭愧啊 惭愧 我不如你啊 这话其实也不欣欣 因为于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 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 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 而是事实 伟大的于大游 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加伟大的将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七纪光 有人说呀 这个七纪光生下来就是个将军 要说到七纪光的身世 咱们还得回顾到洪武十四年 也就是1381年的时候 这个朱元璋手下的名将傅友德和蓝玉 率军远征云南 一路上所向披靡战况十分顺利 不久之后 元朝首将梁王自尽 云南全境平定 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傅友德一招惯例 向朝廷递交了阵亡军官的名单 以供追人来用 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的时候 目光却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 这个人叫七祥 这是朱元璋所熟悉的一个名字 在二十八年前 当他和郭子星决裂进军定远的时候 这个人赶来投奔他 并且作为他的亲兵 跟随他东征西讨 立下了很多的功劳 于是 朱元璋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 受七祥之子七彬为明威将军 任之登州为指挥简士 世西网替 这个所谓世西网替啊 就是说从今往后 这家的人只要是不死绝了 能生出儿子来 这个将军的位置就是他们七家的 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 于是自此之后 七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历代子孙这个才能实在有限 虽说勤勤恳恳吧 却也没出过什么大不了的人物 直到一百八十四年后的那个深夜 在嘉靖七年也就是一五二八年的十月初一 江南曹运把总七景通在不安当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 虽说出生的时间是在子时 但是等气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的时候 这个天呢 已经亮了 正好是东方破晓 太阳出生 这个阳光射透了云层 耀眼的光辉照耀着世间万物 西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 看着窗外阴霾进去光照万里的这一幕 于是就给儿子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就叫他济光吧 在这个日本的战史书籍当中啊 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 使用的频率那是非常高的 这个词就叫做欲碎 但是这里的所谓欲碎啊 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 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 只要是死在战场上 不论你是战死 病死 饿死 还是逃跑的时候 被一不小心摔死了 统统的称为欲碎 比如当年孙立仁将军在缅甸大外日军 活埋了上千名日本兵 而日本国内的相关新闻标题 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黄军英勇欲碎 虽然是一点也不英勇啊 如果把这个概念 套用到七纪光身上 那他的外号就应该叫粉碎机 为什么这么叫呢 因为根据统计 在那几年里 但凡是遇上他的倭寇 欲碎率一般都在80%以上 自嘉靖38年到嘉靖45年 七纪光历经13战 每战横扫敌军 击尽全坚 最大伤亡率仅为69人 比我伤亡的平均比例为30比1 这真是空前绝后标柄史册呀 七纪光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 这个自古以来呀 爵位是可以实习的 但是天才却是不是出的 作为天才小七纪光的父亲 七景通实在是一个能力很一般的人 但是呢 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 那就是老实肯干 所以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官运却也还是不错 从登州指挥简士升任了大宁都指挥使 最后呢 还容调进京 担任神机营副将 成为了明军中的高级将领 一般来说 这个老爹是高干 家里呢 这个自然也就差不了 然而七纪光却是个例外 从小他的生活条件就很一般 这主要是归功于他的父亲 为什么这么说呀 七景通啊 是个老实人 而且为人正直 从不搞什么灰色收入 曾经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 屡次获得上级的表扬 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 只靠那点工资过日子 而在明代 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 那就是清贫 但七景通并不以为意 相反的 他还反复教导儿子 要学习老爹好榜样 要为官清廉 建功立业 事实证明 七纪光成功的达到了父亲的要求 当然了 仅限于第二点 和众多的读书人一样 七纪光自幼苦读书 由于他家境一般 并且衣着朴素 有很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 然而在他读到十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教书先生走进学堂 但是他却没有讲课 郑重其事的告诉所有的同学 从今天以后和七纪光同学玩的时候 也千万要小心 不要有什么危险动作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是会有大麻烦的 因为七纪光同学 现在已经是四品将军了 听到这可能有朋友会问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原来呀 七纪光出生的时候 才他父亲七景通 已经五十多岁了 属于老来得子 到了嘉境十七年的时候 他估摸着自己这个年纪也大了 就退休回了家 按照朝廷的规定和个人的意愿 他的职位将由十岁的儿子七纪光来继任 虽说这个手续还没有办 但是七纪光这个时候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 一般人呢 读个几十年的书 考个进士 最多也就混个六七品官 还要苦巴巴的熬资历 而七纪光同学年仅十岁 依然官居四品 所谓的高干子弟 就是这样练成的 但是对于七纪光来说 这却并不是一件好事 很快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 那么我们小小的七将军 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咱们下回接着讲